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4号6月4号上午咱们那个李尚福国防部长不是在香格里拉做的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完了以后不就是回答那个齐普曼就是WIWS 伦敦战略所的那个所长的问答嘛 他就讲了这个问题说他作为国防部长天天得到消息 美国的军舰这个军机潜艇天天来每天都有报告 所以呢有时候就会出现了啊这个摩擦 然后他就提醒嘛 所以请注意这些事都是发生在中国的领海领空啊 不是在美国的领海领空对不对 这就说明挑起事都是美国呀 对不对 那么过去那么很长时间是非常克制的啊 这个两个原因一个是战略 就尽量的克制啊减缓中美矛盾 还有一个呢可能还是能力 现在呢这两方面都有点变化 现在这个对美这一对我们的施压 我们现在是强调斗争精神吧 该斗争斗争 能和解和解该斗争斗争 所以思路就有点变化 因为还是能力上来了 对吧像现在就就是美国那个视频里面 那个歼16歼16歼16非常好啊 歼16那应该才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这个这个就是重型 就现在叫四代吧 四代重型里面的翘楚 非常好 这个这款飞机 这个其实四代半 我们把那个歼20做五代的话吧 因为以前我们说四代 现在是新的说法是五代 你把歼20做五代 那个歼26是四代半 非常棒 那个而且量还挺多的 知道吧 那个所以能力上来 然后那个052D 还有以后的052DL 就加长型都是非常好的 知道吧 它的综合战力是不亚于美国的主战的 那个阿里伯克2的 原来我们就没几套 现在挺多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几个月前 我们大陆的左派网民给 左派军迷给那个右派 亨国党下了个套 对吧 大家看这个图片 大连造船厂吧 五条052DL 052D那个加长型 同时在建 地球上一个船厂 同时在建 五条大型那个驱逐舰的 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 美国已经没这个能力了 知道吧 结果那方那个 我看那个网民也挺坏 钓鱼啊 直沟钓鱼钓上了 说是那个美国利奥林州 达里安造船厂 美国哪有利奥林州 那不是辽林吗 达里安不就是大连吗 结果那方傻瓜 我亨国党心里扭去 或智力下降 他直沟都给吊上来了 这是实际情况 就是美国已经不具备 这种大规模的 这个军舰生产能力了 我美国最厉害的时候 四五年 那个时候赵长燕 占全世界百分之九十 今天只占百分之一 知道吧 今天赵长燕第一是中国 我们占世界赵长燕 百分之五十六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代已经颠倒了 但是很多人 他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 那么随着这个 咱们能力的上来 我们当然这个军队的装备 还有跟装备相应的 那个能力都上来了 所以两个东西吧 一个是战略思维有点变化 这个过去是能忍就忍了 现在呢 是该出手就出手 思维变化 第二个就具体能力吧 确实我们能力上来了 对吧 现在那个 比如说我们空军的减二龄 现在不是 从今年开始都是换那个 换涡扇十五了嘛 那这个换了涡扇十五以后的 坚燕铃那就是当今世界 就地球上最强大的 那个重型五代机嘛 对不对 它是各个指标 都是超越F22的 然后呢 那个 再稍微便宜一点的 那个坚燕六 是吧 那是最好的四代半战斗机 对不对 这个所以我家伙有了 干嘛不用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让你知道啊 让你老实一点 不是减少矛盾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思维变了 能力变了 而且战略需要变了 确实要给美国划线了 所以有些台湾朋友讲 现在解放军开始给美军划线了啊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那就是 解放军 一点点 现在 一下 我们